我和他是 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聊了一下 说这么热的天 他不敢开空调是吧 对 天天就爆了一罐热水在喝 对不对 你的身体状况 允许你这么一直站着录节目吗 没事 没关系 就是你需不需要一把椅子 不用 不用 确定啊 需要的时候你就告诉我们 这个病到底有多严重呢 简单地来说就是肝损伤 对吧 就是肝部受了一些伤 所以男医生现在处在一个 比较焦虑的情绪当中 我们看到这个片子里 男生说了 你是希望他离开的 你不想成为他的副类 是这么个意思吧 好 问问女生啊 谈了多久了 恋爱 将近两年 意外受伤之前 你们俩好上了 还是受伤之后啊 之前 在那之前 怎么认识的呀 我看大九岁呢好像 是吧 大八岁 我们之前就是通过一次 工作关系认识的 因为当时他是开了一家 儿童史上乐园 我是早教老师 然后就这样我们单位 跟他有一个合作 然后我们就这样认识了 他就是当时对我有一些好感嘛 跟我要了微信 聊得挺合的 然后他就约我出去玩 表达了他这个想法 然后就这样我们在一起了 知道他生病之后 你没离开他是吧 从来都没有 因为我觉得他之前 还是一个挺好的 挺乐观开朗的人 从生病吧 他可能就是这个心理状态 就发生了一些变化 但是我觉得 这个并不会影响 我们两个之间的感情 就是我还是可以 你跟他在一起啊 就编导说 我听着眼睛 就这么热的天 你是不能吹空调的对吧 对 诗事上面你讲究吧 诗事上面 我那个有挺多东西不能吃 像什么稀辣 发物 鱼虾什么的 甚至连葱姜蒜都很少碰 那你跟他在一起 这些你也不能是吧 如果说我想吃的话 自己还是可以去吃的 没有必要说 非得他陪着我一起吃 所以对你来说 根本不在乎这事是吧 对 我觉得 那你干嘛哄人家走啊 小的 不是 我感觉 作为一个男人嘛 我们现在年轻人 都得周末陪女朋友 去逛个商场 看个电影 但是这些 我感觉我真做不到 你为啥做不到 因为上场有空调 一冷 一热 我真的怕发烧 我一发烧会很严重 就是躺在床上 三个度 四个度 然后起不来 然后腹痛 就是你容易感冒发烧是吧 对 对 你这感冒发烧 可能特别严重对不对 跟我们理解的感冒发烧 还不太一样 对 对 不一样而已 我觉得这些 我都可以接受的 可以接受啊 对 这些 家里人怎么看他的身体啊 我从来没跟我的父母 还说过这些事 你父母不知道啊 对 因为才交往了将近两年 就是还是想再继续看一看 他现在是个什么状态啊 他现在就是没有工作嘛 因为身体的原因 然后他就只能待在家里 我上班回来的时候 他都是躺在那儿 玩手机 打游戏 每天都感觉很消沉 一点都不积极地 去面对这个生活 那你在靠什么生活啊 父母养你 父母 然后还有他的一起 所以说我根本 我根本就 只是想让他离开我 因为我感觉我是一个男人 我不应该这么拖累一个女孩 心理压力挺大是吧 对 对 他每个月的工资 就是我们两个正常人 花销以外 他会攒着留给我 比如说我要有病了 发烧了 留着那个的钱 我知道大家听得会非常不解 我简单地用一个快速的方式 把这个小伙子病说一下 因为有一部分属于 别人的那个隐私 对不对 我们不说那么仔细 我只能跟大家说 它其实就是一个 肝部的一个损伤 对吧 这个损伤通过手术的治疗 应该是有效的 对不对 至少现在看来是有效的 但还没有手术 对吧 在准备手术的这段时间里 这个小伙子面临的就是 不能冷 不能热 对吧 环境变化太大了 就会感冒发烧 感冒发烧之后 就需要很多的抗生素 跟咱们普通人感冒 是不一样的 对吧 就他的生活要特别注意 当然我们稍微有点 常识人都知道 肝受损 就是肝损伤 其实挺影响一个人的经历的 就是他不能累着 对吧 小伙子 对 对 对 基本是这么个情况 女生我说的没错吧 对 对 对 所以你觉得没什么事 对不对 对 然后 手术了就治好了嘛 又不是绝症 这意思吧 对 而且他之前对我特别好 我刚毕业那会儿 没有房子 然后他就帮我找房子 知道我没有钱 然后就是帮我拿的这份钱 知道我喜欢什么 就送我什么 就是我觉得挺多事情上 他都挺照顾我的 女生至少特别懂得感恩 对吧 我不能在这么难的时候离开 我感觉我那个时候 最能满足我的 就是挣钱 给我自己最相爱的人 但是现在我做不到 我感觉他有一年了 都没有买一件西医游船 我的心里真特别难受 等了手术就好了嘛 总是有希望的嘛 对不对 我已经做过一次手术 还要熬很长一段时间 对啊 我知道 你还二次手术嘛 没关系嘛 你相信医学不就完了吗 大夫没说就是绝症嘛 对不对 对 你干嘛要哄他 他是不是对你现在 就是特别不好那种 就是你越对他好 他就越虐你那种 是不是就这样 有一些就是 我觉得他整个人变了一样 有一次嘛 他又生病了 就是39度高烧 整个人躺在那儿起不来了 浑身发冷 我就说咱们去医院吧 就死活不跟我去 后来我实在没有办法了 我就喊我朋友 带他一起去医院 就这样才 才把他送到医院去 那是我手术之后的 就是那个第三次发烧 跟我第二次发烧的症状 完全是一样的 我第二次发烧也是 去医院打了退烧针 都没有用 直到第二天中午 医院给我开了强销退烧药 那种药吧 就是吃完以后 身体会特别虚 就像脱水一样 然后高烧才会退 我想我在家里的话 我吃那些药我也能挺过去 如果要是说去医院的话 他的时间 他的精力都会放在我身上 我不想这么做 你受不了这个是吧 对对 对对对对对对